真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本场主席郑顺燕 即将进行的是一组出赛第一场 请允许我介绍正反双方及各方的立场 正方是华南理工大学 他们的立场是知义行难 反方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园区 他们的立场是知乃行义 下面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 云山苍苍,珠水泱泱 华公五校为人一方 先贤创业后人突强 崛起南国,培育栋梁 正方一辩,徐迪 正方二辩,薛有荣 正方三辩,李正平 正方四辩,赖湘君 仅代表华南理工大学辩论队 问候在场各位 好的,感谢,有请反方 反方一辩,邓超池 反方二辩,李柯轩 反方三辩,杨兴 反方四辩,秦月 仅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园区 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早上好 好的,在了解对阵双方后 请允许我隆重介绍本次比赛的评审 他们是罗宾老师,欢迎您 廖彦林先生,欢迎您 王兴老师,欢迎您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将对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各环节总时长剩余一分钟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当各环节总时长用尽 会有多声铃响提示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 现在我宣布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一组出赛第一场正式开始 首先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立论陈词环节 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时间 向评委和各位观众阐述 有请正方一遍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知与行是我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两种方式 知是求知认知 获得知识的过程 而行是尝试实践 把理论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 讨论是知义行难 还是知难行义 究其根本是在讨论 我们选用怎样的方法论 是重在将知识转化理解 还是强调自身切实实践 我方认为知义行难论证如下 首先在事实层面 大道志简知义行难 高中学习的物理知识 就告诉我们 采用备乐式跳高 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可是一名优秀的跳高运动员 只有在训练场和赛场上 付出无数汗水 才能一次次越过自身极限 春秋战国之时 就有圣贤提出 大同社会天下围攻 无往今来又有多少哲学家 曾勾勒出完美社会 是何种形态 为之畅往 为之奋斗 可是千百年后 我们还走在建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征路上 根据IPCC第五次科学评估表明 如果不采取更坚决的行为 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到2023年 将有超过1.2亿人口 因气候变化 陷入绝对贫困 可是世界各国 依然在谁先谁后的 囚徒困境中徘徊不前 上书有云 非之之间行之为难 事实早已证明 即使道理摆在眼前 大多数时候 人类也会果足不前 改革开放前夕 中国的经济学家 已经将各种经济体制的研究结果 摆在了领导人的桌子上 可是这些报告 就足以照亮改革开放的前路吗 40年来 我们感怀的歌颂的 恰恰是邓小平面对未知 敢于承担风险和后果 摸着石头过河 带领中国人民 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在价值层面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将已知的知识转换理解 必不可缺 但唯有体验 亲历在实践中克服行的困难 才能够理解世界的运行机制 知难行义和知意行难 背后对应的是 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认为知难行义的人 更想在生活中 找到一条适用的铁律 会将绝大部分的精力 放在事先掌握足够的信息和预言 他们认为在此之后 实践就可以一帆风顺 可认为知意行难的人 像是生活中的探险家 知难珍和横海图固然重要 可他们也无法告诉水手 如何应对横海中 真实会遇到的风浪 他们更喜欢从实践中学习感受 纸上得来终觉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会有风险会有失败 但唯有如此才能够寻找自己 构造没人尝试过的可能性 才能开拓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孙中山先生倡导知难行义 认为这会鼓励我们大胆行动 然而事实却是 即使在他找到连额连供 辅助能功的正确方法之后 客观现实的复杂性 和自身能力的局限性 依然阻碍着革命的前进 中山先生也留下了 革命尚未成功 反我同志继续努力的 阴确嘱托 由此可见 秉持知意行难的态度 才能让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 应对人生中的种种艰险 综上我方坚定认为知意行难 好的 感谢众方一遍 下面有请 反方一遍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可以开始 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知难行义是认识事情的道理较难 实行歧视较义 知意行难则相反 然而知难行义还是知意行难 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 所以我们的探讨应当围绕当今时代展开 讨论知和行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难 还是越来越容易 事变得越来越难 在当今社会 人们通过网络传媒了解阅读与以往相比数量更加巨大 且内容趋于分散的信息 完整的事件被分割成碎片化的一条条信息在网络中传播 然而网络传媒中谣言假消息层出不穷 八神理工研究显示假新闻传播速度是真新闻的六倍 并且假新闻首次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新闻高出70% 与此同时 2018年一位哈佛教授学术造假 其虚构的心脏干细胞领域让心脏医学研究倒退16年 碎片化的真假难辨的信息正在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真假对错的判断 只有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得到更加理性客观的结论 更加接近于真知 而形意体现在这个视讯成熟交通发达的时代 我们想要去做一件事的途径变多 而且从而达到目的变得容易 我们和爱人联络感情 不再受制于单一的车马和漫长的邮件 以及在这个政策遍地开花的时代 我们实践的机会获得了极大的丰富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 数字经济助力小微企业创立与成长报告显示 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有效降低了创业门槛 使得低物资资本家庭的创业比例 从4.3%上升到7.3% 国家发改委发布会上 浙江省更是喊话 大学生创业可以申请10万元到50万元贷款 如果创业失败 贷款10万元以下由政府承担 贷款10万元以上部分由政府贷偿80% 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我们有想法 就能有所创造的时代 在行义的时代 我们想要践行我们心中的道德 想要伸张正义变得简单起来 因为网络和自媒体的出现 话语全下放 我们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直击社会黑暗 为更多的受害者追求正义 看到光明 也正是因为有知难行义的认知 人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态度越来越理智 人们因为知道获得真相很难 所以人们利用便捷的网络 发表对于资讯的秩序 在封线事件中 正是因为有网友的正义质疑 才有了一次次的调查 调查研究 继续调查 重启调查 倒逼有关部门进行更深入的探访 让更多被铁链拴折的女人们 被听到和看到 综上所述 我方坚定认为 当今社会是知难行义的 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 更懂得知难和心意 好的 感谢反方一遍 接下来 进入初始说服阶段的 咨询一环节 有请反方四遍 对正方一遍进行咨询 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一遍进行试音 正方一遍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 有请反方四遍进行试音 反方四遍请问可以听得到吗 听得到 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正方一遍 您方认为知识是求知的过程是吗 对 然后对应的行是把 是把那个知识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 但是我们要放在一个知识合一的标准下 才有讨论的意义 我可以给您方举个例子 比方说 对于普通人来说 知道经济学原理是他的知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将经济学原理 付诸于实践是他的 好了 那我方问您了 就是您方认为的 知识是求知的过程 那么我想问你看到了 就是我学会掌握了吗 我方觉得不一定 知识还是要你转化理解的 所以是的 您方也承认说 看到了不一定是掌握了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你掌握不了 不就是一个知难的体现吗 你只是看到了这个资讯 但是你无法学会 无法甚至应用在你的实践当中 它不就是一个 现在社会知难的一个体现吗 好 第二个问题问您了 您方认为完美社会做不到 所以说就是完美社会 从前现在 完美社会应该是怎样运行的 可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太复杂了 理论在实践中 那我想请问您方 那我想请问您方 现在和过去比较 拿完美社会的设想 现在和过去比较 我们跟秦始皇的时候比较 我们现在达到一个完美社会 会不会更简单一点呢 我方并不这么认为 那您方是怎么论证 这个完美社会是永远达不到 因为在我方看来 有现在的科技 有现在的技术 有现在更厉害的人 他们提出了理论的创新也好 或者是说建议一些物质的实践辅助也好 我们发现完美事件是更有可能做到的 我们在以前不敢提要全面小康 但是我们现在敢提这个理论了 并且我们也做到了 我们正在向一个中国的现代化的社会在前进 所以您方为什么会认为 这个东西是一个永远做不到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理论 他很多年前就提出了 我们现在在努力 所以说我方认证的东西叫做 所以说我方认证的东西叫做 行它是在越来越容易的 变得越来越容易的 好了再问您方下一个问题了 这是您方说 我们要我们要知意行的这个价值观 就比如说航海 我们不要去担心什么海上的风浪了 我们就把船开出去了 难道这个不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价值观吗 我们根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西面安全 也不管海上的风浪有多大 我们先把船开出去 这是您方的价值观是吗 这方同学我们不要缺失性比较 我方没有说不知道就往前走 我方也没有说您方只知道不往前走 我们还是重点放在哪里 比方说如果我正为知难行义的话 我会把重点放在哪里 你就告诉我重点放在哪里吗 重点放在哪里吗 我方认为应该放在行的过程 那我方认为我们在面对这个未知的海洋的时候 我们的海洋报以近卫 做好充足的准备再去行动 谢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下面有请正方四遍对反方一遍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四遍进行试音 你们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清 有请反方一遍进行试音 听得到吗 可以听清 声音没有问题请开始 好 对了没有 你的第一个论点跟我说 现在的自媒体平台当中有很多虚构的新闻是不是 是的 所以知很困难 那我问你了 你觉得跟原本 按照你的比较标准 是有更多的信息更容易获取真知还是更少的更容易获取 喂 你再说一遍 不好意思 那是更多的信息更容易获取真知还是更少的 不好意思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喂你好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OKOK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认为虚假信息是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 没问题 我知道虚假信息会越来越多 所以你告诉我是更多的信息是全量的信息更容易有真知 还是原始社会的时候什么信息都没有的时候更有真知的出现 这个我反而认为比不出来吧 好 所以你要论证的东西是 为什么反而今天在一个信息全量的时候 我们更不容易获取真知了 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你的第二个论点又告诉我说 自媒体的平台当中 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发生的机会 所以心很容易对吧 是 那你这个意思是不是跟我说 在自媒体的平台当中 那知这个东西是比较困难的 我知道一个真相是比较困难的 是 好 所以我问你了 你的第一个论点和第二个论点当中 一会告诉我 现在在网络的全量信息当中 越来越获取知识很困难 第二个论点又告诉我说 现在在这个论 在这个过自媒体的平台当中 告诉我 如果我能够直接的行 或者是在了解到这个事实的真相 是很容易的 你到底是容易的还是不容易的 我方认为 你即使你在不知的情况下 行也是容易的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平台话语权的下放 你的 没问题 所以你的第一个论点在讲 这个地方虚构的东西很多 你的第二个论点又在讲 平台的下放其实应该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的两个论点都已经不自洽了 那我问你了 如果在自然科学的领域 比如说居里夫人 大家都知道要从废矿渣里面要去体炼 为什么只有居里夫人发现了雷 他有足够多的知识 并且运气好 OK 他有足够多的知识和运气好 对吧 那我问你了 那个法国科学家 也有一个人叫贝克勒尔 他在几十年前也知道这个知识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做成 因为运气不好是吗 有一部分的原因 好 所以你方告诉我 如果把所有事情都归咎到运气当中 你觉得这个题目还有任何的讨论意义吗 我方今天想跟你比较的就是 认知当中的方法论和实践当中行的能动性 恰恰就是因为居里夫人 她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承受风险 拥有了这种主观能动性才造成了差异 所以你方要后续跟我比较的是 为什么你所说一个我们有天赋 我们有运气 是你方的论证 那为什么不是行上面也可以有天赋 也可以有运气 感谢双方辩论员 至此比赛初始收复阶段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独立投票 勾选对本阶段双方表现的接受程度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感谢 好的还有评委在认真投票 请大家耐心等候 该环节分表已收齐 让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进入公辩阶段 公辩阶段分为四个环节 博论环节 质询二环节 公辩小节环节和评委发言环节 在博论环节中 双方辩论员各有三分钟时间 对对方队伍的观点进行反驳 有请正方二变 正方二变先试一下音 可以听清吗 可以听清 请开始 好那翻译机继续 好首先您放的比较标准 完全不符合提议 一方告诉我们要比较这个时代下 知和形难度的变化 首先从文本来说 我们今天提讨论知难形意 好像他的本意是说 我们要比较同一个领域中 知和形谁更难 对吧 我们比较是一个绝对值 而不是一个变化量 而从历史上来讲 提出一开始提出知难形意 就是这个比较概念的孙中山先生 他也想讨论的是 对于社会科学 或者是社会规律 同一个领域而言 是知识的提出 理解转化更难 还是这一部分的实践更难 所以我比较的应该是 同一个领域之下 知和形它绝对值难以的差距 而不是本身实在的趋势变化 而且即使您放要比较 您放也没有建立一个 统一的一个比较平台 您放一遍给我的例子叫做 我今天了解真相很难 但是和爱人通话很简单 对方同学正在论证什么 那我是不是还可以论证 我是不是还可以说 我今天了解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 但是爬上珠穆朗玛峰很难 所以说我拿着两件 完全不同的事情比较 完全没有意义 今天建立在同一个领域之下的比较 比较知识的理解转化更难 还是实践应用更难 更对人们的生活实践 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 这是我方亲要说的 来进入您放第一个论点 您放第一个论点说 在网络时代下 由于碎片化的信息 所以说人们受到很多干扰 所以说知变得更难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 网络时代下带来不只是 知识化 知识碎片化的一些信息 它带来更多是海量的数据 和更多的知识 我今天作为一个大学生 我想去网上搜索某一条知识 我想学习某一个知识 我去B站上搜一下 去知乎上搜一下 会有非常清晰的解答 各种各样的解答 我可以从中获得非常明 我可以获得非常明确的答案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 我是不是获取知识的途径 变得更容易了 而且即便在您放那种 公众事件的讨论中 今天与以往相比 是不是我们有了 更多事件的完整的披露 即使集中夹杂这些谣言 我们也是更容易接受到 接受到一些公众事件的真相 在以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两眼全黑的情况下 是不是也是今天更容易 更容易知道 现在就是这个事件下的真相 好 所以说今天我方比较是什么 我方希望比较 同一个领域之下 知识转化和应用 哪一个更难 比如说今天很多的科学 科学研究 它的原理其实讲出来 并没有那么高大上 甚至可能很多时候 它显得很笨 最愿意动手的人 才成为那个先驱 图优它的团队 它试了几千种药物 用了许许多多 不同的提炼方式 再提炼出来的清好素 居里夫人 她拿着一吨一吨的核废料 天天烧过炉 烧了四年 发现雷元素 很大程度上 推动了原子弹的发明 和量子力学的诞生 这些科学进步的方法 早就写在那里 规律早就告诉你了 就是在不断的实验中 把我想的东西找出来 理论和方法 大家都知道 但是只有极少数伟大的人 能够做出来 这往后走 我方认为 社会规律 是更难以探寻的 我方恰恰觉得 所谓社会规律 难以探寻 正是知语型男的一个体现 因为提出一条 逻辑正确的理论 太简单 有时候我们能 有完全两条结论 相反之相的理论 而只有实践 才能走出一条 真正正确的道路 感谢正方二边 下面有请反方二边 好 第一件事情先回应一下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 比知和行 它的难易程度 是因为很多时候 它们是混在一起 您帮自己 其实也讲了知行合一 在一件事情 它成功的过程当中 既有行的部分 也有知的部分 我们有的时候 很难说清楚 所以我们最后比较的是 认知的过程 它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还是越来越难了 而实践的过程 它是变得越来越简单 还是越来越难了 这一点我方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下一件事情 我方来跟你方 论证知难 你方讲的是什么 是你知道知识很简单 而你去实践很难 可是你方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知道的知识理论 那都是对的 可是当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很多事情 它都不一定是对的 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 在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当中 谣言的速度 它其实传播速度 是非常快的 假新闻传播速度 是真新闻的六倍 你所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实的 而且你所了解的理论 也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就把它当作是真的 而去实践的话 其实实践也是在变得更难 我方也有举证 学术论文当中 有很严重的造假 其中有一个理论 叫做心脏干细胞 它后来发展成了一个领域 可是它本身就是造假而成的 它让整个心脏外科的研究 倒退了16年 所以如果你方按照这个理论 去进行实践的话 那是不是才真的是一场灾难 而下一件事情 我方愿意跟你方论证的事情是 灵难而且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在很多谣言 它在被辟谣的时候 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比如说浙大一个专业 他在考验附讯的时候 有人放出了假消息 不正当竞争 当他以不正当的 第一分考验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问题 可是本身应该正常竞争的人 已经失去了机会 那下一件事情 你方告诉我的是 和过去没有信息的时间相比 我们现在知变得更简单 可是同时我们这个时代 也有我们自己的困难 这两者 一个困难减少 一个困难增加 你方也没有跟我方进行比较 那下一件事情 你方指责的是 我们为什么一边说着 我们为什么一边说着 知变得更难了 一边又说着 行变得更简单了 身当正义变得更容易了 是因为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 实际上 比如说那些明星 他们发布的消息 然后包括 很多人披露了消息的时候 我们并不认为 它是真的 我们非常需要 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们不停地去 因为我们知道 他知道真相很难 所以我们不停地去 扣问 去追问那些当事人 然后不停地去创造声浪 让国家机关 也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从而进行一个调查 最终才能够推动 正义的实现 而如果像你方这样 把把他们的消息 都当成正确的消息 当你们看到 易烊天使 入职国家 花军的时候 你们根本就不会去怀疑 就像我们这样 不认为任何一条消息 是绝对的正确 而去寻找 其他的左证举证 看其中有没有 比较相违背矛盾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才离正义更近 感谢反方二变 下面进入质询二环节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二变 进行试音 正方二变试音可以听听吗 声音清晰 有请反方三变进行试音 反方三变可以听听吗 可以听听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好 问宁方第一个问题 宁方的定义中目的是 获得理论的实践 是一种知对吧 不 我们认为知和行 确实夹在一起 夹杂在一起交替进行的 所以我们要比较的是 一开始对于知识的转化理解 和后来的实践哪一个更难 而在后来的实践中 我得出一些经验 是顺利成交 打断一下 打断一下 也就是说 宁方的行就是运用知 那也就是 我要去获得知 这个过程 这个获知认知的过程 应该归类到知里面 宁方说到摸石头过河 这是一种行动 可是我们看摸石头过河 它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得到的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 它跟马克思主义理论 它本身是有一定区别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发现 当你在最后看结果 我们获得那些认知 它的方法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 实践进行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实践比一开始的 那些知识的转化理解 要迈出更大的一步 这是我们为什么说 今天实践更难的原因 你方不可能告诉我 今天所有的结果 都是获取的认知 方法我获得 我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行动 是我今天知道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现在继续的践行下去 这叫做行动 而什么叫做知 我在实践过程中 就是为了获得这个 适合中国的理论 它叫做知 如果我单纯的是要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 给在中国实践 那我只要 按部就班实践就好了 好 这不听我解释一下 知的意思是 我们本来有 比如哈耶克和凯因斯的 不同理论 中国有了性资性设 不同讨论 经济学家都拿出来了 同样逻辑正确的知识 摆在你那里 告诉我 一方说中国性资 另一方中国性设 两方各自拿出了 自己的实证和逻辑来 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只有邓小平说 我们不要吵 我们来试一下 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我方为什么觉得 实践比之前那些 性资性设 好打断一下 我们并不否认 邓小平 他摸着石头过河 确实是一种实践 但是他是为了获得 真知的实践 他为了获得 适合中国的理论的实践 再一个问题 新媒体蓝宝书研究报告说 事件中出现谣言的比例 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您方是否承认 网络上的信息 确实是真假混杂 需要人们来辨别呢 您一方想讨论公共事件 您也要比较 您要比较我们现在有网络 有披露信息的能力 和之前没有披露信息的能力 比较 哪一个可以让我们 更好的会认知 我们发现 今天我们看得到更多的信息 也就是说您方确实承认了 真假混杂 而且他需要人们去花费精力辨别 那么下一个问题 在行义这个部分 您方一直没有挑战 我们的途径变多和机会变多 所以在这个部分 希望您方后续 可以有挑战的时候 不挑战的话 我方这里的利好就收下 下一个您方在挑战的是 正义容易伸张 我想知道 如果易杨千玺被录取 他的整个真实的过程 被公布出来了 这才叫真知 他现在只是易杨千玺被录取 他是一个资讯 对不对 我只是知道一个资讯 是不是正是因为 有那些网友勇敢的披露 才让我们揭示了 易杨千玺这个正义的问题 勇敢披露是行为 谢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 下面有请 正方三辩 对反方二辩进行质询 质询双方共同计时 时间同样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正方三辩 进行试音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由勤反方二辩进行试音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请开始 今天您希望跟我方比较趋势是吧 那我方问您了 如果支的难度从10分上升到了20分 行的难度从90分下降到了80分 从趋势上看是不是支变得更难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行有80分 支有20分 那请问是谁更难呢 不太明白 你方所说的80分和20分究竟是怎么来 你方要不要论证一下 我方只是给您举了一个数据上的比较 告诉您为什么不能够比趋势 然后你方又告诉我方了 支和行加达在一起 不比趋势没法比较 那我方问您了 如果一件事满分有100分 行占了90分 支占了10分 是不是也可以论证行更难呢 可是问题是有可能 那10分就是 所以没有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比趋势是不合理的 而即便支和行夹杂 我们也是可以比较出来难易的 来进到例子跟您方讨论 对于减肥来说 我们认为支就是知道减肥的方法 论行就是减肥的行动 没有问题吧 想先回应一下您方之前的问题 因为支和行经常是拘分不出来 所以您方那个90分 等一下您方告诉我说 支就是减肥的方法论 行就是减肥的行动没有问题吧 可以是 但是同时其实我方想讲的 行也不仅仅只是和知识相关的 我方也想讲那些和知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您方觉得说减肥的支 还包括了其他什么东西呢 不是这个例子 比如说 那我今方就跟你讲这个例子 那支就是减肥方法论 那减肥的方法论 无非就是少吃多动 所以您方觉得说 今天那些减不了肥的人 是不知道他们应该少吃多动吗 减肥的方法论 实际上其实我方了解了有很多 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讲 那我这么问您吧 您方觉得说 刘根宏的减肥方法科不科学呢 我方不清楚 您方能不能论证一下 光明日报的新闻 曾经点名表扬过刘根宏的减肥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说 他的减肥方法是科学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有多少人观看过刘根宏的减肥视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跟着刘根宏一起跳操的人 提前迟到最后是少之又少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知道减肥的方法并不难 在自媒体这么发达的 现在有那么多人看过刘根宏的视频 但是大多数人 却跟着跳着两天就放弃了 不是知难而是行难 那今天想问您 想不想跟我方讨论 依然层面的价值倡导呢 愿意投论 但是我方想要先回应一下 那些人看了 如果您方有其他问题 可以自我便跟我方讨论吧 那我们今天在 依然层面的讨论 是不是知何行何止更难 是不是探讨就是 我们会在哪一方上面 投入更多的精力吧 没有问题吧 五方觉得倡导 没有说必须要在某一方 投入更多的精力 我方觉得都可以投入很多精力 那所以您方的价值倡导是什么 您方倡导是什么东西呢 您方倡导知难 倡导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方倡导的不仅是知难 我方倡导的本身是知难行义 我方问的是 您方的知难的立场 倡导是什么 我方倡导的行义 告诉大家是应该更多的实践 所以信资信赦 从罗伊上上 都可以发展精力 经济可是改革开放的道路 是靠着是把这两个理论 背着滚瓜烂熟 还是像邓小平一样 即使对未来充满未知 还是敢于摸着头过河呢 那我方倡导的事情 其实是知难加上行义 只要不断地质疑 并且要推动社会的进步 好的 时间到 感谢双方辩论员 接下来进入公辩阶段的 公辩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辩 时间为三分钟 对方今天这个论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把知给定义成了 知道一个理论 但是我去获得一个理论 我去得到一个新的知识 它也是知的过程 那像他方一直想讲的 这个利好摸石头过河 他摸石头过河 是为了得到适合中国的理论 在此之前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直接把马克思主义 进行了一个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中国里面来 然后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 一边倒大跃进 那我们在进行了那些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理论 不适用于中国 我们要得到适用于中国的理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才去通过实践得到理论 它这个时候重要的不是说 最重要的实践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实践之后 我们要总结理论 我们得到了一套 适合中国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然后我们再把它惯行下去 再像对方说到 居里夫人发现雷元素 是实践非常难 因为大家都知道 怎么样去发现 真的是这样吗 当时难的东西在哪里 是大家并不知道 有没有雷元素这个东西 你说我每天去烧锅炉 烧锅炉这个动作 真的很难吗 并不是 是因为如果我不知道 里面有雷元素 或者说我在发现雷元素 这个过程中 我会感觉到很未知 很渺茫 但是如果居里夫人 他就知道 他分析出来了 里面确实有雷元素 他愿意这样子坚持下去 这也是知的难度 下一个就是 他方已经承认了 确实现在网络上的信息 是真假混杂 也就是说 在食安层面上 现在网络上的信息 会让人们的认知 确实造成一些困难 以及对方最后三变 质询二变 还是没有挑战 我们的途径变多 也就是说 我们吃一时住行的途径 都会变多 我们的创业率升高 新职业的职业机会也变多 途径变多 机会变多 这个对方一直没有挑战 那我们这个方面的利好 就先收下 那对方挑战是 正义容易伸张 告诉我们的事情是 正义容易伸张 是因为大家知道的东西 更多了吗 并不是 只是因为 我获得了一个资讯 那个资讯叫做 一阳千玺被录取了 可是我不知道里面 到底它是怎么被录取的 这个事实 这个真相 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我们就是因为知道 知道真相很难 我们才会去声讨 我们才会去发声 我们才会去 为了正义发声 那发声和声讨 质疑 这些都是我们 要得到正义的一个行动 这叫做声张正义 好 对方最后一个质疑 刚刚跟我们说了 减肥的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 可是 知道了减肥的方法论 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减肥吗 我们知道自己 如果不减肥 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方今天查到了一个数据 英国研究人员建议 对食品标签写上 吃这一块巧克力 你要慢跑23分钟 才可以消耗它的热量 那当这个时候 我们把快乐和跑步 和我们的身体健康 划上了等号之后 平均每个人 每日零食 摄入量减少了 80到100卡路里 所以在对方 刚刚减肥论 减肥的方法论里面 他缺失的是什么 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是对我们人体的威号 好 谢谢 感谢反方三变 下面有请众方三变 时间为三分钟 谢谢主席 为后在场 各位 今天对方告诉我们 我方没有挑战他方的 所谓行的图 知道了解知识的途径变多了 所以他方利好得胜 还没讲 我方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 来论证说 为什么他方的 关于趋势的判准不成立 而既然在趋势判准不成立的前提下 讨论途径是否变多 也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再来看看我方的例子 我方跟大家讲了减肥的例子 所以说我们 大家留个红的视频 大家都能看到 我们也都知道 减肥不应该吃汉堡 但是我们就是懒 就是经不住诱惑 这不是知难 而是行难 在减肥中例子中 在减肥的例子中 我们发现 现在大家难的地方 不是没有途径知道减肥方法 就算还有人不知道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中 全量信息扑面而来 或许知的门槛在下降 知在变得容易 正如我方四变跟大家提到的 一个想要获得真知 是在一个支持更多的时代 变得更容易 而不是在支持更少的时代容易 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 却人面有顽固不化的困难 这叹加真是行的困难 刚刚对方提到了雷的例子 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 在几十年前 就知道里面有雷了 而提炼雷的方法也很简单 在居里夫人传中提到 将肺矿扎放入冶炼锅中融化 连续几小时 不停地用一根铁棍脚 就可以提炼出雷了 但是为什么 上百几十上百年来 只有居里夫人一个人成功了 不是知难而是行难 再来聊了 因然成定的价值倡导 我们今天探讨 知和行何者更难 探讨的其实是我方 会在哪一者上 投入更多的经历 今天对方告诉我们说 他方的倡导是谁更难 谁更难并不是倡导 在何者上投入更多的经历 那我方很好奇 他方的价值倡导究竟是什么 而我方的价值倡导非常明确 就是知和行何者更难 我们就会在何者投入更多的经历 我方认为行更难 所以我们会在时间中 投入更多的经历 我们在做某件事之前 是该更多的去了解 事件的利弊 不了解清楚之前不行动 还是在了解大致方向之后 勇敢的去做 在实践中探索更多的真知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价值倡导 哈耶根和海恩斯 是两种不同的主意 他们都是可以面对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 他们的理论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 是罗斯福在行动中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实践精神 而靠的并不是罗斯福将 他们两者的理论 被的滚瓜烂熟 甚至非要比出一个 何者更高更低 无独有偶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关于信资信社的讨论也是如此 马克思认为高度的资本主义 才能发展市场经济 发展到了社会主义 就是计划经济了 所以我们搞计划经济 就是搞社会主义 搞市场经济 就是搞资本主义 所以我们不能搞市场经济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将精力 花费在社会主义 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争论上 而是将实践 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 就是发展生产力 怎么样可以吸发生产力 我们就怎么做 我们对理论并不全知 但我们愿意摸着石头过河 这才有了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说 改革开放之处 一共有四个经济特区 但为什么最后只有一个深圳 这是整个世界 只出现了一个真正呢 是因为邓小平偷偷传授了 什么发展秘籍给深圳吗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对于发展的理论都知道 但是最后行出来的结果 去天差万别 这恰恰正是行难 感谢政方三变 下面进入公变阶段的 评委发言环节 有请评委根据场上情况 依次梳理内容并提出疑问 每位评委发言时间为三分钟 首先有请罗宾评委 大家都听到我声音 是要开摄像头吗 可以打开摄像头 是这样子的 我就不梳理比赛了 我简单来去问一下双方吧 我的问题是 无论是知难行义 还是知义行难 作为一种对知行关系的 认知的价值倡导 对于已经快要毕业的大学生 在走向社会 面对自己未来人生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实在的指导价值 和指导意义 让你们觉得 对于他们而言 更需要倡导自己持方的这个价值 好吧 我就这么来去问了 因为实在问太多的细致的问题 就没什么太多意思 好吧 是可以自由回答吗 这里并没有设置回答环节 好的 我们下面有请廖彦林评委 好的 双方变手大家好 那我也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双方各问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在 之后你们的比赛环节中 考虑一下怎么去解决 首先问正方的一个问题 就是 正方多次举到了一些例子 在这些例子当中 要去完全实现它是要通过实践的 比如说举了好几次的 这个改革开放的例子 那你的意思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出一个办事的理念 那这只是第一步 完成整件事情 可能要需要通过一些实践 才能把它完成 那我的问题就是 那当然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来说 都是要通过实践 才能完成这件事情 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嘛 对不对 那这能证明什么呢 这为什么就能够证明是知义行难 对我来说你只证明了行是必要的 但是为什么这是更难的 这个是我觉得正方还要解释的更清楚一些 那对于反方来说 反方多次提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现代社会有很多假新闻 这个假资讯的例子 那你的意思是说 由于现在有很多假的新闻 假的资讯 所以说我们在求知的过程中 特别是求真知的过程中 难度就变高了 那同样就是 对于你们的这条逻辑来讲 那现在我们在去实践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 是不是相对而来的也有很多的风险 比如说你举到了易烊千玺的这个例子 他是一个流量的明星 有着非常多的粉丝 那你面对一个这么具有流量的明星 去说一些跟他负面的话 需不需要也承担相应的压力 那如果说同样也具有很多的风险跟压力的话 你要怎么比较出知跟行 哪个更难或哪个更易 那这个是我给双方提出的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廖远林评委的精彩点评 也感谢罗宾评委的提问 至此比赛公辩阶段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根据场上辩论员的表现 对该阶段独立打分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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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环节分表已收齐 让我们比赛继续 接下来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自由辩论环节 一方发言停止时 即为另一方发言开始 双方辩论员各有四分钟 有请众方辩手进行试音 喂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有请反方辩手进行试音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双方声音没有问题 有请正方先发言 好 对吧 没有 对于大学生来讲 选择我所兴趣的 选择我所擅长的 这两条路都能走得通 可是我问你 与其你不断地在思考我要做什么 是不是脚踏实地更重要一点 更难一些 我们从来都没有让大家不脚踏实地 反而我们认为脚踏实地的办法是 你要真正地考量过你自己 包括你的未来 包括你的兴趣爱好以后 你再做出一个政治的选择 这能让你更脚踏实地 要不然我三五个月换一个工作 三五个月换一个工作 那么社会不就是非常的不稳当 很动荡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想清楚 你要让他想清楚了 他就能够脚踏实地了 对吧 关于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不单只觉得是想 包括你可以在大学里面 多参与这些社会 多参与什么大学生 职业规划这样子的课堂 以及现在有很多之类的性格测试 你可以看看你自己 到底在职场上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 然后从此选择一个 更加符合你自己的职业 所以你觉得现在教育的问题 是职业规划不够 这职业规划不就是 职方面的问题吗 对 所以我方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大学当中 大家都有职业生涯发展课 大家也都知道MBTI测试 可是为什么 现在那些大学生 仍然有这些问题 所以您方的方法论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的方法论 MBTI只是一个性格测试 它不能代表你以后 适合什么样的职业 这差的太多了 而且MBTI其中 也会有很多的 就是伪装的成分在里面 它不一定准确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 大家生涯发展 还应该开得更细 而且从更小的时候 开始发展 从更早的时候 开始进行职业规划 对 所以说 今天MBTI对于大学生来说 是一个常态 所以说您方对他的 价值倡导就是 你们好好想 你们一定要想明白了 再去工作 你们如果想不明白 千万不能工作 你到社会上 一定会走得很艰难 而我方想要告诉大学生的 正是你要到社会上 脚踏实地 把手头的东西做好 探索才能探索出来 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是不是这才是一种 更积极的职业心态 不不不 首先首先 大学生为什么会迷茫 这件事情 北大的一个心理学的医生 其实是有解释的 他讲的东西叫做空心病 其实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本身 你在过去的教育当中 对自我的认知 是并没有任何挖掘的 我们 进行一下社会实践 更能找到我的职业规划 和我感兴趣的方向 还是我在哪里想 我们认为你的实习 你大学阶段的 包括社团也好 包括各种校级组织也好 包括你大次出去实习 或者是见习也好 这都是在为你自己的职业 为丰富你自己 为你自己的职业规划做铺垫 我们认为这是知的部分 所以大学生有什么 职业规划上行的事情呢 我没有太听清 因为你帮两个人一起说话 对不起 所以大学生在职业规划上 没有行 我们不认 需要您方论证了 好 所以我方的意思是 您方想要用包便提的方式 逃过我们今天的讨论 您方告诉我空心病的这个例子 可是他们都已经是 北大的学生了 任何一条路摆在他们面前 都是OK的 所以你告诉我 如果他现在能够切实的 脚踏实地下来 尝试一条路 这样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更加积极 能够解决空心病的问题 你方可能不太了解 那些北大出现空心病的人 他们甚至是不愿意学习 然后并不想动 每天躺在宿舍里面 无所事事的一群人 他们根本就不想动起来 因为对他们来讲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我方建议你先去找到这些事情 对啊 我方建议的教授老 就是对于迷茫的大学生来说 他们应该继续想继续想 直到想诸葛 所以然才去行动吗 但是我们的教授上导 不是这样的 对于大多数的大学生而言 脚踏实地 莫听穿铃打夜深 何妨营笑且实践 这才是有意人生的态度 再聊聊我们如何从知和行来比 如何从理论跟实践来比较 和者更难 我们知道行不简单 但是行更难 知不简单但是行更难 因为行在勇敢地迈出 第一步要迎接意志力 和各种客观困难的阻碍 我们都 我们可以发现说 距离夫人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说 应该怎么样提炼雷元素 但是只有距离夫人做到了 这是因为他勇敢地 迎接了这些困难 战胜了这些困难 所以行更难 首先就是您刚刚都没有听到 我们在说什么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知难行义 是让大学生在那里 死命想死命想死命想了 我们是说你可以在大学多听 包括如果你想创业的话 你就多听相关的一些 相关的讲座 或者是你想在某个行业 有所发展的话 你就多了解那个行业的知识 真正了解你自己 以及真正了解你的Dream Job 然后这个才能让你在 你的真正进入职场以后 才会游刃有余 而不是说我今天进到职场 我三五个月换工作 三五个月换工作 难道跳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吗 跳槽也让社会变得非常不稳定 这不是我们所弘扬的 所倡导的一个东西 没有问题 不是空想 所以您方想要一直通过各种途径 各种您方所谓的理论 去了解我个人应该适合什么套路 但是我方想告诉您 您想太想再多 不如自己去实践一伙来的管用 来问您方 关于运动员的例子 我们倒是要说 如果能够被选进国家队 他们的天赋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今天男族和女族 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 是不是他们在形上有差距 不一定啊 男族和女族 本来也可能会存在天赋上的察觉 不知道女方是什么问真的 他们都已经选进国家队了 都掌握了先进的方法 你方觉得男族支还不够 有可能就是体力上面 包括是技巧他们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能存在 所以为什么要选进国家队呢 所以你觉得他只要拿到了奖牌 我们的国家队本身水平就不是很高 这就是我方发现 今天本来的问题可能恰恰在于 这个问题恰恰在于 他们的行有问题 他们的行有问题 今天男族和女族 他们的本身对于赛训 对于比赛的认知有不一样 这些事情其实也可能存在 你方凭什么又觉得 是实践上面出了差别 所以你觉得他只要拿到了奖牌 他动起来了就要支够了对不对 我没有太听懂您这个例子 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判断男族支够了 我们现在就是觉得男族支没有够 好他有没有支够的时候 或者有没有任何一个足球队 他是支够了的 不太明白 我们现在发现男族是 不仅支不够 而且行不够 所以你方究竟才要怎么比 你方要不要解释 今年的世界杯冠军 他支够了吗 我不太了解 我不太了解世界杯不好意思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一有问题你就觉得他支不够 这是宁方的倡导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 他在运动学习减肥当中 实践的时候 他就是会受到意志力 和客观困难的阻碍的 所以这是我方比较出来的 在实践当中更难的部分 那我问你社会层面的例子了 现在凯恩斯和哈耶克 或者是中国的性资和性社 两套的经济体制 都是可以说得通的 逻辑上都能说得通 如果你认为行比较困难的话 你是不是会更把 如果我认为行比较困难的话 我是不是会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在这个事情上面 首先回应一下宁方 刚刚那个问题了 我觉得你拿世界杯的冠军 跟中国来比较 我确实不太了解 但是如果拿中国的男族 跟女族来比较的话 我会认为男族 现在就是自视过高 他们对自己的实力 没有一个完整的认知 他们可能心气太高了 所以他们的知不够 所以他们的心也不够 然后回答宁方刚刚的那个问题 关于什么 这个理论上面的问题 不好意思 可能轩你再说一次 再说一遍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心气太高了 你还要怎么冲他们喊说 脸都要被你丢光了 你的知的方法论 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问你了 信资信社那个例子 如果两套理论 都能够实践的出来 都能够说得通 可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说 摸着石头才能过河 尼方顶多证明了实践很重要 但实际上这些理论 也同样的重要 尼方还是没有进行比较 对 这就是我方的依然倡导 如果我认为这件事情很困难 所以我认为它很重要 我就会投入更多的心力 是不是更有利于 在实践当中克服这个困难 不太明白 宁方倡导行难 究竟是怎么克服困难 如果我真的觉得行很难的话 我可能就不错了 我们先想大家告诉大家的是 因为大家想的是 现在知道的太多了 但是核心问题得用行去解决 你没有重视行 你只行是更难的 您方对于现在不重视行的论证在于 不重视行的论证正在于 在当年性资性社讨论的时候 有那么多逻辑自洽的道理 他们在结论上可能呈现完全相反 为什么只有一个邓小平 敢告诉大家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回答刚刚听委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觉得 在这里可以体现行更难 正是因为 在知的过程中 有太多人可以提出来 太多逻辑正确的东西 很轻松就给提出来一条 但是在实践之前 谁都不知道真正的结果 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才是最难的东西 谢谢 在那个时期 没有人真的都完全不行了 只是因为邓小平是国家领导人 他来做决策 他选择了可能其中的一条道路 或者是他自己的一条道路而已 并没有证明行间的主达 好的 时间到 再次感谢双方辩论员 最后进入终极说服阶段的 总结层次环节 首先有请反方四辩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三十秒 好 感谢主席问候下场各位 首先 对方今天在跟我们说 知意行难 他们认为知是一个求知的过程 但是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是 知它并不只是一个求知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要举 为什么我方倡导的是说 要掌握之才是之呢 就B站就像B站的高赞评论 永远都是 点赞 投币 收藏了 我就是做了 但是这真的是做了吗 就好像对方今天在说的 减肥的那个例子 说我们掌握减肥 这方法很简单 管住嘴 迈开腿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坚持不下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白 减肥对于他们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并没有把减肥这个东西和自己自身结合起来 就像为什么深水区永远在写 深水区危险 你不要下水 但是我们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会水 自己是水性好那个 我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东西跟自身结合在一起 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知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知难的 然后回应一下刚刚评委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假新闻这个问题 怎么去对比到知更难行更易了呢 是这样对比的 在信息在我们这个信息发展的时代 我们认为知更难了 知更难了 是因为像 是因为 像我们今天这个论里面一直在说的 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各种真知假知都混杂在一起 我们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本身是非常难的 想要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是非常难的 包括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数据叫做 虚假内容的传播是真实信息传播速度的六倍 虚假信息获得首次转发的可能性 比真实信息高出70% 这都证明了 现在我们想要获得真知是更难的 但是那为什么我们又说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 我们行更易了呢 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媒介 更多的APP 我们可以去对这些信息提出怀疑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发一个东西 就是质疑它怎么会这样 这是真的吗 让我们保持一个思考的理智 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 然后回应一下 刚刚评委说 知难行易的价值观 它对现在的大学生的倡导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不能否认 我们这个时代是行易的 是因为机会很多 途径也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谈恋爱 我们以前可能只能通过车马 只能通过信件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有更好的飞机 或者是高铁 我们可以更轻松的见到对方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及时视讯 来看到我们亲爱的人 沟通我们的感情 这体现了一个形意 然后包括刚刚大学生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关于大学生的这个东西 就是国家有很多的政策在扶持大学生创业 包括浙江说 即使你亏损了 你亏损到10万以内 我们浙江都可以给你补贴80% 这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大学生去做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鼓舞知难行易呢 因为我们觉得你莽撞的去做一件事情 这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我们要在行之前 要深思熟虑 这样子迈开脚步才更为合适 即使国家现在对我们有所不足 但是我们不可以任性的 去挥霍国家对我们的信任 或者是国家给我们的资源 我们更应该在我们使用这个资源之前去想 我们是不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 我们想创业的东西 在这个国家社会会不会对人民有贡献 然后以此再去利用国家的资源 去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价值观 谢谢 感谢反方四遍 下面有请正方四遍 时间为三分钟三十秒 喂 请问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请开始 好 谢谢主席温后赛场各位 首先您方的第一个观点是告诉我说 如果今天认为知难行易的话 我认为一件事情很困难 我就更会畏惧 可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我觉得这道数学题很难 我可能有畏惧了 但也有可能激发起我更加充沛的 斗志去解决这道题目 就像我方说的 现实生活中恰恰是像我方这样的勇士 我们觉得有可能在理论讨论当中非常困难 可是我会更加重视这个实践当中的点点滴滴 就是因为我认为行难 所以我更认为实践 所以你也没有论证 为什么难做和不去做和会去做和难易之间有必然的绑定联系 哪怕是孙中山基金座提出这个事情 他也觉得在联额联共浮工重能已经是知了 可是他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的 这就证明了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能力就是有差距的 所以回答第一个评委的问题 您方你告诉我说 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启示 是您方觉得说现在有一个空心病 但是空心病或者是眼高手低 它都是一个结果 是我们正反双方要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刻画 你跟我说一个学生找不到他自己的发展目标 你方跟我的方法论是什么呢 要多想想 怎么多想想 你提出的无非就是 我们要职业生涯规划 或者是我们要打电话去看一看 我到底适合什么东西 可是你告诉我是北大心理学系不好吗 或者是北大心理学的这个通信电话 他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职业生涯 到底最适合的测评是什么吗 当然不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完善的一套科学方法 告诉你自己本人最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格 可是为什么是北大的学生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恰恰就是因为他们在实践当中眼高手低 他们不愿意去尝试 他们不愿意脚踏实地 所以这是我方的刻画 那在这件事情当中 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真正的启示是什么 两条路都可以行得通的时候 你先用实践你去试一试 你用实践你才能够知道自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这是我方觉得在实践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发现 那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是因然价值的倡导当中 我方觉得在这个情况当中 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我方不是在做缺失性比较 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要实践 当然提出一个理论 或者是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也很困难 可是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一味想着我的一个完美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子 可是你不切实地看到你身边的那个人 你不去爱具体的人和去爱抽象的人 你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爱情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牵起他的手 因为你永远都在脑海里想说 我的脑海里有一个更加完美的伴侣 可是我方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应该要去倡导的 但同样的道理对应到现实实践一样 我方觉得就有点像徐宇宫 你方说徐宇宫是不是没有想明白呢 可能是 可是那又怎么样 我不用想得那么明白 我撸起袖子就是干就好了 到邓小平的时候 那个时候凯格开放说市场经济 有一堆的理论家跑出来说 那马克思主义说资本主义才会搞市场经济 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了 你是不是走私派 如果你搞市场经济的话 那你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可是结果呢市场经济好不好 不是先把它论证出来 想明白的 是真正切切让老百姓去卖东西 一个老百姓养了几只鸡 允许他能够拿到市场上去卖 建立起了自由的市场 激发起了机制性 这个东西能够建立起 养多养好的这样子的市场经济 我方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发展之路 一方跟我说最后是邓小平比较聪明啊 可是我就很好奇了 那邓小平到底瞒了什么东西呢 他这套方法论不是都写在客观的书上了吗 可是为什么几百年之后 只有一个深圳 只有一个中国呢 所以我方就觉得说 哪怕是在实践当中 是有真知和勇气的 这个东西才是我方也想要倡导的 实在过程当中 鱼工也会不鱼 谢谢 感谢双方辩论员的精彩交锋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现在有请评委 根据常商辩论员的表现 对终极说服阶段独立打分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请大家稍事休息耐心等待 请大家吻 感谢大家的等候 接下来首先有请评委根据辩论员的表现 与常上情况给出投票原因 有请廖彦林评委 好 大家好 那这个我先来抛砖引玉一下 待会看看两位评委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谈谈他们的看法 那我第一个来先说一下我对这场比赛的观感 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讨论这样一个经典的题目 老国变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题目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难度是蛮高的 我觉得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题目第一 讨论这个所谓知根型的关系 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因为知根型它其实覆盖的范围都很广 所以大家讨论起来 特别是用辩论赛的形式去讨论的话 大家的举例往往都是比较多个领域 而且发散的 所以在用一个各个方面的例子 试图去印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 来论证知意行难知难行异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发现很难解决的例子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那我们传统上 比如说在思想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你像是从中国哲学的领域来说 以前在宋明理学的那个时代 有很多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 但那个时候大家对于 那个时候古代的哲学家们 对于知行关系的讨论 它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领域的 而就是大家其实 这个知呢 其实都指的是 我怎么样去获得一些 行而上学的那些知识 比较终极的真相 那行呢 就主要是儒家所讲的那一些 这个修养的功夫 怎么去做 比如说修身呢 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内在的修为 能够达到所谓的君子的境界啊 其实讲的都是一些修养功夫 谈的是一些比较哲学上的问题 那他所讲的领域呢 是比较限制在 比如说去讨论一些行而上学 或是在人生修养上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的比赛讨论 显然是要更发散一些 大家举的例子 也比较的广阔 那带来的问题就是 会发现知跟行 他的概念那么 这个内涵那么丰富的情况底下 大家去举例的时候 其实会遇到困难 所以说最后要评判的时候 也只能是根据 双方哪一个局的例子 首先能不能够 跳到对方的例子上去 试图给一些反驳 哪个做得比较成功 第二个就是在自己例子的阐释上 双方哪一方做得比较成功 来去做一个判断 那这场比赛 应该我是倾向于正方多一些 我也是觉得正方在 我刚刚提到的上述两个方面 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比如说正方 从头到尾多次提到的 关于改革开放的例子 在正方的阐述底下 是说其实关于具体的经济政策 我们在这个之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 他们都差不多 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路线 还是社会主义的路线 还是什么改革开放的路线 好像都差不多 重点是难在我们要去实践 然后通过实践来去判断 来去检验到底哪一个是更好的 那那是讲到这个问题 那那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反方对于正方 关于这个改革开放的例子 我觉得好像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很好的回应 从头到尾没有很好的回应 那对于反方自己讲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反方也讲到的 关于这个减肥的例子 减肥的例子 减肥的例子反方意思是说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很多减肥的问题 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我们为什么要去减肥 那我觉得这跟正方的说法 当然是冲突了 因为正方的角度说 当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我们为什么要去减肥 重点只是很难去坚持 很难去实践那些减肥的方法 那我是觉得反方的 关于这一些例子的猜解 其实是就算我看来是一个 比较说服力比较低的 并且是一个不太有效的一个反驳 因为我觉得从你的路线来讲 如果你要去硬凹一个说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去减肥 这个是很难具有一个说服力的 因为大家用自己的常识 跟自己的经验去想的话 要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减肥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可能每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 或者是你洗澡的时候 你照照镜子 你就瞬间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去减肥 你站上你体重秤 看一下那个数字 你就瞬间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减肥 那对于减肥的这个例子来说 我觉得反方要说 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做到那些健身操 或者是减肥操 难的只是大家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去减肥 是一个 有没有这种人 我相信可能也有 但是你要说这是一种常态 或者说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是很难去说服大家的 那其实从反方 你自己自然行义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也是可以讲 不是没得讲 但不应该从这个路线去讲 我觉得你就从这个知本身 他在理智上去求知的难度 来去论证你自己的命题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要去像刘跟宏一样 做到他那些动作 好像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有视频 我只要去模仿 他的动作怎么去做 就可以做到了 但是我真的要去仔细的去探求 比如说那样子的动作 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效的去减肥 他是不是能够 比如说我想去瘦我的小腹 那他那样的动作 是不是能够最有效率 去燃烧我腹部的脂肪 能够有效的去减肥 其实你要真的去探求到这一点 他就不单纯是一个 好像看着视频做做操的问题了 因为看着视频做做操 可能每个人都会做 但是你要真的去研究 他那套操是不是能够真的去减肥 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运动科学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你要看很多的论文 了解人体的构造 了解脂肪的消耗是怎么一回事 你才能够了解 他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所以说我觉得反方 你从你知难行义的角度 去去猜解 或去应对正方的很多例子的时候 你应该去联想到他这件事情在理智上 他的困难是什么 对不对 比如说减肥 你没有什么学历要求 我小学生我也可以照着做 但小学生他未必理解得了 背后那些运动科学的原理 这个可能是需要 你甚至可能要读一个专门的学位 你才能够完全的明白他 他里面的这个问题在哪 同样的道理 你正方讲到了 比如说一开始就讲到了说很多知识要上网 上网现在一搜就可以搜到了 对不对 那反方你回应的方向是说 那上网有很多这个假的知识 真的知识假的知识 你很难去辨别 你要怎么去辨别 这当然是一个方法 当然正方用他的方式去回应 正方说那怎么去辨别 那不就通过实践去辨别 对不对 当你判断不了的时候 模棱两可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辨别了 所以正方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拉回到他自己的战场去论证说 你看行还是很重要 当你辨别不了的时候 我们靠实践来检验 所以说知识行难 用这个方式去模糊掉了 你反方的这一个方式 说现在真假难辨的怎么办 那其实我给反方的建议就是 面对正方所说的 现在知识很多 你可以在网上一搜就得到 你也是同样回到 比如说刚刚我给你们的减肥 那个例子的建议一样 你想一想这件事情在理智上 有哪一些难度跟困难 对不对 你现在知识上在网上搜 你自己能说 但你仔细想一下 那真的真的能叫做是一个你的知识吗 你如果从严格的知识定义来说 对不对 大家知道严格的知识定义 柏拉图提出来的所谓的知识的三元定义 是要一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才叫做知识 什么叫做得到辩护的真信念 就是你要理解这个知识它辩护的过程 它是怎么去论证的 这个才叫做你的真知 你看到一个别人给你的结论 比如说我记得正方举到的例子说 一加一等于二很容易 其实一加一等于二不是你真正的知识 因为你要真的在数学上去证明 一加一等于二 这是一个复杂的速论领域的猜想的问题 现在的数学家都还没有解决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很基础的问题 在正方看来 只不过在网上可以收到一个结论 但你仔细想想 你真的要理解背后的论证过程 知道它背后的原理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反方你的思路 是顺着这个角度去想的话 在应对对方的很多案例拆解的时候 你可能就能够比较到位的去讲到 正方所说的例子当中 它的实际上在理智方面的困难在哪里 但是今天就是比较可惜的 就是今天反方你自己提到的一些例子 自己首先在自己立的解释上 有一些非常不合常理的地方 影响了你们的说服力 比如说刚刚我说了减肥的一些例子 第二就是你再去跟正方的一些观点 做对碰的时候 正方能在竞技的技巧上比较娴熟的 拉到他们自己的战场上去 继续的进行论述 而反方相比之下 我觉得表现的要稍微逊色一些 所以说这场比赛我会觉得正方的表现更好 以上就是我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以及对选手们的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 感谢廖彦林评委的精彩点评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 根据评委的投票结果 他是正方四辩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赖湘君 恭喜 接下来将为大家公布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 一组出赛第一场的比赛结果 首先将公布初始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罗宾老师初始说服票投给了正方 廖彦林老师初始说服票投给了正方 王兴老师初始说服票投给了正方 初始说服票投票结果正方比反方 3比0 下面将公布环节分数票的比赛结果 罗宾老师 环节分数票投给了正方 王兴老师 环节分数票投给了正方 廖彦林老师 环节分数票投出平票 环节分数票投票结果为 正方比反方 2.5比0.5 接下来将公布中级说服票的比赛结果 罗宾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了正方 廖彦林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了正方 王兴老师中级说服票投给了正方 中级说服票投票结果为 正方比反方 3比0 比赛三阶段的累计最终结果为 正方8.5票 比反方 0.5票 恭喜正方同学 赢得本场比赛 最后 让我们再次感谢 场上的 八位辩论员 与三位评委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请大家继续关注 新耀大湾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的后续比赛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 启示钰大湾国际华语辩论 启示钰大湾国际华语辩论